惊慌失措带着小朋友们逃生 乌克兰东部清俄区卢该斯克的幼稚园里 突然听到炮声隆隆 巨大声响让民众都吓坏了 当地时间17号 卢该斯克的清俄军和乌克兰政府军互控发射迫击炮 现在画面曝光 其中一枚就打中了幼稚园 墙上被轰出一个大洞 还特地邀请了美国CNN等西方媒体拍摄 就是要证明炮击并非是乱说的 而这家幼稚园距离恶屋前线只有四公里左右 没想到成为剑拔 当下师生们赶紧逃生 学校变成肿灾区 卢该斯克主动释出多段影片 并称光在17号一天之内 就发生了将近130件的炮击事件 卢该斯克的清俄军指正利利 而克里姆林宫也高分被谴责 但是乌克兰政府否认到底 总统泽伦斯基还在推特发文 反控这样的指控才是挑衅 究竟是谁先开火的 恐怕真的会成为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借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